李云飞全面放开三胎后又迎来了新政策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年轻人真的会多生孩子吗 深爬其背后的社会真相 这是我的 请长按点赞三秒给个超级点赞 接下来更精彩 此视频涉及到敏感话题 随时会消失 建议你一次性看完 为了鼓励当下年轻人多生孩子 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了三胎政策 人们不但可以生二胎 还可以生三胎 那不过在放开三胎政策以后 我们又迎来了一项新的政策 那就是取消社会抚养费 什么叫做社会抚养费呢 那就是之前针对多生孩子的家庭 所要收取的一笔不小的费用 直接一点那就叫做罚款 那么现在这项费用 即使生三胎也不收了 那么这接二连三的好消息的到来 真的能够让年轻人在接下来多生孩子吗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40年前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初期 城市化建设刚刚起步 可谓是市场一片繁荣 新增就业机会非常多 农村人当时兴起的一句话 叫做人多力量大 那孩子多了 第一个以后不怕被人欺负 那第二可以增加劳动人口 给家庭是多创收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之下 即使政策上的不允许 人们还是愿意是多生孩子的 那于是从1980年开始到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 这段时间以内新生儿出生数量就没有低于两千万人 我们再把时间拨回来 2020年新生儿出生数量就仅为1003.5万人 新生儿出生数量从两千年开始 就几乎每年都是在阶段性的下跌 那现在跌到了40年前一半还要多 那么当下的年轻人真的是政策受限 不愿意生孩子了吗 非也 三座大山才是我们的最根本 住房 教育 就业 这三座大山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欲望 我们一项一项来说说 第一住房 房价从三四十年前 一两千元涨到了现在的过万元 大城市的房价更是涨到了数万元之多 一套普普通通的商品住房都要上百万元 而人们的收入呢 最新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也才只有32,189元 平均算下来每个月不过是两千六百元之多 那可以这样说 房价已经涨到了 普通人靠工资是很难再买得起的地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生一个孩子都很难解决他的住房问题 生多了 谁都受不了 那现在不是人多力量大 而是少生负担轻 那这是社会的现状 第二教育 40年间房价上涨 物价上涨 消费还在升级 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 我们现在除了九年义务制教育以外 更多的是什么托儿所 早教班 兴趣班 这哪一项不要大几千元一个学期呢 再加上后期的高中 大学等昂贵的费用 加在一起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想一想在我们的那个年代 哪有这个班 那个班呢 我们都是正常学习 但是我们的成绩也并不差呀 所以说随着教育的升级 现在普通的家庭 想要培养出一个正常的大学生啊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随着教育的普及 现在普通大学毕业生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含金量 那前段时间 大企业HR就直言不讳的说 他们不欢迎三无家庭的普通大学毕业生 其无背景 无条件 无高学历的普通大学生 他们更是建议这些普通大学生去读研究生 那试想一下 当下哪一个父母不是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呢 那如果孩子生得起养不起 教育不好 日后成不了财 那还不如不生 这也是当下人们不愿意生孩子的一个痛点 第三 就业 人口减少 应该说工作好找才对呀 但是我们又想错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60岁 70岁的老人 还奋斗在一线的人 并不在少数 在职场当中 法昂那些老专家 老医生 搞科研工作者 他们比年轻人更加的吃香 所以说 现在职场内卷化现象是非常的严重 那根据数据显示 2020年 应届毕业生就职率就仅为63.7% 这也就意味着将近有40%的大学毕业生 是少不到工作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年轻人就业不稳定 那工作压力大 哪里还有心思和心情去考虑生育下一代的问题呢 所以说抑制人们生育的不是政策导向问题 而是以上这三座大山 我们想要彻彻底底的解决当下人口减少的问题 就要切实落实好以上这三大难题 不然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 那不过随着三胎的开放 那些有钱人 想生二胎的家庭 还是会考虑多生孩子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缓解一下当下人口减少的问题 那我国全面开放三胎以后又迎来了新政策 年轻人真的会多生孩子吗 说说你的看法吧 那今天